今年的12月一番賞切龍珠終於端出了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的菜色 雖然也是切龍珠GT 跟先前的切龍珠GT不一樣的是 之前出的都是超級賽亞人事為重的這種GT角色 那這一次 來了 A賞 超級賽亞人三孫悟空 就是變縮小型態 這一隻的身高來到了14公分 整體看起來就是 吶喊的樣子 因為目前這些都是官圖所以 官圖就只能看個大概 重點 B賞 超級貝比爾 貝比爾終極形態 這個在市面上來說貝比爾周邊其實 出的 也是算不多那這一次 在這套一番賞出來了一個超級貝比爾 我個人覺得相當的正點 而且他來到了26公分算是還蠻大的一隻 兩隻這樣放在一起 超級無敵好看 欣賞 人氣角色 超級貝吉特 這樣也是 仰天長笑變身成蔡薩人的樣子 這個 樣子跟這個型態 其實算是 之前也是出國但是 重點就是貝吉特真的是相當的帥 而且也有26公分 低賞 終於等到了 摩倫浦 孫悟飯吸收版本 這一隻 帥氣然後又穿著武道服的 摩倫浦 整個身形瘦長然後加上臉 真的是非常的帥 而且超級貝吉特也有26公分 溫浦屋的這一隻 吸收物販的 是來到了27公分 哇相當相當的正點 只要這兩隻也是擺在一起 就是一個經典的對決 伊賞 巴達克 24公分 就是對決佛大王的那個時期 手上還有一個特效 F賞 哇終於又出現了 這個在非常早期的一番賞的時候有出過 悟空 嬰兒時期的悟空坐著這個太空船的樣子 然後是17公分 哇最帥老爸 跟嬰兒 悟空 兩個搭在一起 也是相當有感 哇這一套的 重頭戲 最後賞 大圓 大圓跟神龍老實說幾乎都是非常受歡迎的角色 但是這一隻的大圓 就是 黃金大圓 悟空 29公分 整個是這種垂胸口的動作 整體來說的話 霸氣十足 這樣子看下來 似乎 真的每一隻這樣乍看下來都是算超級好看 也非常期待12月份的來臨 那這個 是12月中旬 發售 相當相當的期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樂&peace 掰掰 掰掰